鐵架上滿滿的數位機上河數量相當驚人 這裡是不肖業者到入有線電視訊號的機房 透過境外資料庫回傳到非法機上河或APP公消費者觀看 侵權市值高達537億元 那所得的訊號員會經過解碼來上傳境外的雲端伺服器 來規避警方查氣 最後再將訊號員與APP或超連結的方式 導入非法的機上河來販賣給國內的台灣民眾 非法OTT機上河業者標榜免月租費 就能收看上百個有線電視頻道內容吸引消費者購買 警方經過長期追蹤在新北及桃園等地 破獲14處倒入機房 查扣侵權機上河和解碼器等證物 並逮捕6名嫌犯 依違反著作權法及偽造文書等罪嫌 依送偵辦 針對國師機上河 經銷商 製造工廠 營業處等地執行搜索 現場查獲經銷及販賣機上河業者 劉信及張信兩名犯嫌 共計查扣機上河200台 教學說明書 銷售記錄 電腦主機 手機 及網路電池記錄等證物 警方提醒民眾切勿使用違法機上河觀看影視內容 不但會助長非法業者的侵權行為 使用廉價機上河和非法APP 接上國內網路也可能引發自然漏洞 反而得不償失 記者邱世民台北報導